要飞上天了呀 山东新泰谷里大桥附近 有大量的鱼群争先恐后的跳出水面 现场是非常的热闹 鱼都翻着肚皮 在月亮下面疯狂盘跳 的确是有点罕见 山西近城商铺剧烈爆炸 二层小楼一位平地 6月21日 山西近城高平四庄镇 一商铺发生爆炸 整座二层楼房完全坍塌 一位平地 碎石和玻璃砸到路边车辆 周围房屋受损 当地居民是事发地开着一家大盘鸡店 屋内有人居住 事发时听到一声巨响 官方通报宣称两人重伤 三人轻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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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岁母亲车祸去世期间 现在才好一些神经性头痛 那现在我曝光这件事的时候 它仍然还在微博宣称说什么 慈悲回应逆境 慈悲面对诽谤 还在立人设道貌安然 喂 李先生 我这边是那个华为 就之前联系过您的华为这边的委托律师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 华为这边也有关注到您近期 有发布一些关于华为支架这一块的一些 就是视频内容嘛 然后包括昨天晚上也有发布 就是关于就是华为AEV不出发场景一览 这样子就头条上面也有关注到 就发布这一类的内容 然后就想跟您沟通一下嘛 就是包括前期就是您这边发布 就是账号账号的出发布这些视频的初衷 我们这边其实也有跟华为就是反馈过 但是华为这边的话 就是还是希望您这边能够删除 就是您账号里面关于涉及到华为 以及华为合作品牌的相关视频内容 我这视频没什么啊 也没说什么 对 因为情况是这样子的 就是华为这边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忠于就是干实事的 就是希望能够在就是实处去解决 就是那个消费者 包括用户提出的这些问题 他们也不希望有就是太多的曝光度 包括虽然就可能您的视频内容 是有就是有一些就是排行榜什么之类的 但是整体就您账号里面 就是收集的一些就是视频的话 其实还是就是关于车祸类的负面内容嘛 其实对华为包括对其他车企来说 就是造成的影响还是比较偏负面的 然后然后另外这一块的话 包括近期我不知道您这边有了不了解到 就是像网信办这一块 其实现在现阶段开展的一些就是清朗整治自媒体的一些专项行动中 也有特别提到就是包括这种收就是收集企业一些负面信息的账号 进行打击的有一些特别说明的 不知道您这边有没有关注到 其实这一块现阶段对华为来说还是比较就是就是影响还是比较负面的 这个哎呀这个太壮观了 这我猛的一看像那个导弹发射机 这个院子里都是这样的 奇怪啊这就是塑料厂加手院后面也是啊都是这样的 这个这个我都怎么来说 金盖110先 长正大第一次见啊 今天我们接着吧 这次食べ到了 现在我们下轮出前舀 这个看法 是一切看的 这次是相似的 这次似的 就是 相似的 这是 是 还 还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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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九真九铺》制作后的黑生造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制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持高利生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抗癌作用的人声灶带 而G3的含量比红声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声中的人声灶带的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声的6倍多 是白声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输入优惠码 DJY2024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